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最近這一兩個月 大陸就趁著美國出現了一些混亂的情況 於是就選了向澳洲落手 對澳洲實施了很多懲罰性的貿易措施 包括了限制部分澳洲的產品進口 又或者是大幅提升關稅等等 遭殃的澳洲產品包括紅酒、大麥、牛肉、龍蝦等等 其實有兩樣東西大陸一直不想動 因為也不可以動得到 一樣是鐵礦砂 另一樣是煤礦 到了12月13日 環球時報英文版登了一宗消息 他們說中國的發電廠正向國內 和澳洲以外的國家 採購煤炭 一動到煤炭這一招 大陸就踢著鐵板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在當日公佈這個消息的時候 很多 小粉紅在微博上也表現得相當著弱 說出資都制裁到澳洲煤炭 誰不知 時隔兩三天 立即 未見其利 先見其害 究竟現在大陸 在南方地區發生什麼事 只要大家上微博就會看到 原來有很多省市都出現了拉閘限電的情況 即是停電 說得白 什麼叫拉閘限電 其實就是 當某一個地區的用電量超標的時候 整個區就會馬上停電 這就是拉閘限電 其實這種情況在大陸已經消失了很一段時間 以前90年代的時候 偶爾還有停電的情況 後來大家知道 中國人民富強起來 有錢輸入外國的優質煤炭 從此停電的情況 減少了很多 現在反而又說停電 尤其是現在大家知道 12月的時候停電 一般就算往時停電 主要集中在夏季用電量比較多的月份 現在冬季都竟然出現停電的情況 問題當然是十分之嚴重 根據我在網絡上的觀察 今次所謂拉閘限電的情況 主要集中在南方的省市 例如湖南省和浙江省等等 尤其是長沙市尤其嚴重 到底是因什麼解救造成這個現象 大陸的媒體雲財經就比較坦白一點 直接了當地點出了問題之所在 他們就說 全國多地拉閘限電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 就是中國對澳洲貿易制裁的影響 他們就說 今年下半年開始 中國就已經逐漸減少 甚至禁止進口澳洲的煤炭 導致發電廠急需的動力煤 供不應求 在去年 中國有57%的動力煤 進口自澳洲 而今年的供需失行 導致多地拉閘限電的主要原因 這裏又解釋一點 什麼叫做動力煤 英文叫做Thermal Coat 動力煤主要就是用於這個發電的 還有就是那些鍋爐的燃燒等等 又或者以前那些 機車火車那些 運作 就是要用這個動力煤 至於 煉鋼那種就不是動力煤 那種就叫做野金煤 或者就叫做 焦煤 英文叫做Cooking Coat 兩樣東西 其實之前大陸對澳洲所實施的 那些所謂懲罰措施 對大陸本身 不是影響那麼大 大陸說禁止進口 澳洲牛肉也好 澳洲龍蝦也好 那你吃少點美食 而已 對不對 但是一動到煤炭 就不是這樣說 現在大陸 簡直就是未見其利 就先見其害 好了 現在出現了停電的情況 有什麼影響 多地限電的後果就是 第一 對民生的影響極大 公共區域晚上就不開燈 電梯就不運轉 暖氣就無法開放 交通燈也是不運作 第二 就是對工商業的生產造成嚴重的影響 第三 長遠來看可能會加劇產業鏈的外移 這就是雲財經所說的 不是我說的 哈哈哈哈 你說對於民生影響是不是極大 事實上也是 大家只要在微博那邊搜一搜限電 你就知道 那些寫字樓 全部都是停電 於是乎那些上班族 就要走二、三十層樓 去上班 下班當然就好一點 走上就累過走下很多 另外有些小粉紅就在網上滲 又說要上班 回家要走樓梯 又說不能開暖氣 又說不能開電視 諸如此類 就在大喊 這些根本就叫做自己拿來壞 幾天之前 才慶高采烈地說 制裁澳洲 現在澳洲就未被你制裁得到 反而那些小粉紅就變成制裁自己 簡直就是傻到極 其實現在這個停電的情況 能不能夠即時是得到一個解決 其實就沒有說不行 因為大陸現在就說要 只是懲罰澳洲 想限制煤炭的進口等等 問題就是 現在其實有很多澳洲的貨船 就已經抵達了大陸的沿海港口 只不過那些貨船仍然是未曾落貨 那些煤炭就一旋旋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就在那個所謂清關的手續上 就下了功夫 這個清關的時間就耐了很多 比起往常的時候 只要你肯加速這個清關的程序 那些煤炭就可以馬上卸到港口那邊 然後運過去發電廠那邊發電 那就不會出現什麼拉閘限電的情況 問題就是現在大陸好像下不了這口氣 因為剛剛才說制裁你 沒有理由現在自己去妥協 而且還說要向印尼輸入煤炭 又說要向俄羅斯輸入煤炭 總之就務求要找到一個替代品為止 你說這個世界找不找得到替代品 沒有說不行 問題就是為什麼當初澳洲的煤炭 比起其他地方為之貴 大陸仍然是會 進口 有幾個因素 第一 就是因為澳洲的煤炭本身的品質 高很多 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 你輸入其他地方的煤炭 究竟有沒有它那麼高質 如果沒有的時候 豈不是找自己的品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澳洲的價錢是高 其實如果沿海那些地方 從船運的話 成本都不是很貴 反而大陸自己在國內生產的煤炭 第一個成本就很高 第二又沒有那麼優質 第三 當你開採了上來以後 那個陸路運輸成本 你比如說在山西的煤礦 你說送去廣東呀 送去福建沿海呀 其實呢 原來還貴過船運的 所以才是這麼依賴這個澳洲的動力煤 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你當初是要 五成七的動力煤都是從澳洲進口 當然啦 現在說要限制那些澳洲煤炭的時候 變相是苦了那些小粉紅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有關於這個中澳貿易戰 本來澳洲就看似是處於下風 但是啊 我們其實之前也有分析過同一樣東西 就是因為澳洲其實他就擁有著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就是因為他的天然資源是夠優厚 上帝創造這個地球的時候 那些化石原料啊各樣東西就不是平均分配的 偏偏澳洲呢 就有很多的煤礦和鐵礦 這就是他得天獨厚的優勢 是王牌來的 中國可以打擊澳洲很多不同的行業 你限制他這個限制他那樣都可以 但是有一件事你就限制不了 這件事就叫做鐵礦砂 鐵礦砂就是 這個鋼鐵業其中一種主要的原材料 你沒有了鐵礦砂的話 你就練不到鋼 好了 現在當然 就動到煤炭 我認為他已經是很極端的了 因為你再下一步 要動澳洲的話 你就動到鐵礦砂 一動到鐵礦砂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會拖倒大陸的所謂內循環的經濟 你知道這個煤鋼廠 他生產出來的鋼材 無非就是投放在大陸的基礎建設 建造高鐵的鐵軌 諸如此類 而基礎建設就是拉動中國GDP增長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沒有了這件事的話 你基本上內循環就搞不定了 如果你說要懲罰澳洲的鐵礦砂 你不進口澳洲的行不行 其實都沒有說不行 你就從巴西 或者跟其他地方進口 但是我們以前都說過 澳洲就是現在全世界 生產鐵礦砂最多的國家 你排第二到第十位 加起來的總和 都不夠澳洲多的時候 你說要限制澳洲的鐵礦砂 就是不設實際 變相是等同於當年中美貿易戰當中 大陸說要限制 從美國輸入大豆 你變相就是賺自己笨 當時怎樣 你說不要美國的大豆 你說要向巴西買 巴西也生產不了那麼多 他就一樣在美國買 買完回來就賣給你 他中間賺的差價 所以大陸到現在都不敢停止 從澳洲進口鐵礦砂 因為會對於大陸的經濟 造成極壞的影響 但是我認為大陸限制到這個煤炭 都已經是 很極端 我們剛才提到煤炭有分幾款 其中一款就叫做野金煤 也就是叫做焦煤 焦煤就是生產鋼鐵 其中一樣的重要材料 產地來源或者是進口國家 你就可以找到替代品 品質你就找不到替代品 現在澳洲其實都很聰明 他們就悄悄地提高了鐵礦砂的價格 根據數據顯示 鐵礦砂的價格 自從今年5月以來 就已經上漲了超過50% 來到12月的時候 每噸就去到152美元 創了8年以來的新高 在5月份的時候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85美元左右 由於澳洲的鐵礦砂的產量佔了全球的絕大部分 於是究竟鐵礦砂的價格是怎樣呢 幾乎就是由澳洲說了算 他訂多少錢就多少錢 大陸現在就說要限制澳洲很多的產品 諸如此類 在那裏來說 澳洲當然是有損失的 但是從鐵礦砂的價格上漲 就已經是可以全部 蓋上了 有鐵礦砂的 大陸那些財主就很喜歡出去外國收購別人的 企業公司 澳洲都有不少其實是被中國的資本收購了 當大陸說要懲罰澳洲的時候 某程度上就等同於懲罰這些中資公司 比如說那些紅酒生產公司 現在很多國家都說要撐澳洲的紅酒 但是那些人都不是傻的嘛 別人就特意找回 究竟你那家生產公司 是什麼資本的 如果是中國資本的 他就不買 變相就算外國的人說要撐澳洲的紅酒 那些中資的企業都不能夠受惠 你說多麼笨蛋 其實澳洲總理莫里森 在較早之前就已經給大陸面了 又在微信上發貼文 又說要跟中國人民的友誼 萬古長青 諸如此類 他都說這些 只不過連條鐵文都被人刪除 那就是莫里森這一下半季 就令到大陸覺得 澳洲似乎是欺負過的 於是乎那些懲罰性的 制裁措施就變本加厲 誰知道現在就踢著鐵板 至於澳洲會不會屈服 其實現在兩個國家走到這一步 莫里森都沒有什麼回船的空間 加上他就手握著鐵礦砂這張黃牌 所以恐怕澳洲屈服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